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时光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拥有万军之主 万军之耶和华 萨伯特 就是Jehovah Samboth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 撒末尔记上17章26节 大卫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 如果有人击杀这个菲利士人 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 那人会得到怎么的对待呢 这位受割里的菲利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华的神的军队骂战 我常强调 信耶稣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上帝 成为一个基徒 不是你知道有关上帝的资料 还是知道他的这些知识 有多少 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 所以认识上帝的名 不是知道上帝多少的名字 而是你生命要经历 有多少上帝的名字 很多人面对生命里很多的经历后 他的信心消失了 平日他可以逃逃的不绝 虽然讲很多圣经 但到他面对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他感觉到没有能力 不能够去面对他生命的问题 内心就产生了极大的那种的害怕 在平安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说 我有上帝 我不会怕 但如果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问题 艰难的时候 生命真实就会显露出来 你的信心才是真实的能够显露出来 大卫到了就战场 他看见以色列军队极其的害怕 因为众人眼看见的就是 巨大的巨人哥利亚 就极其的害怕 那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经历了生命的一些艰难的时候 他的眼睛 我们眼睛就是只会看见问题 艰难承受不起的结果 就极其的害怕 那是很自然的反应 我们首先要学习 是看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 接受自己的极其害怕 那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里面的光景 那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的里面的光景 就认识不到自己的信心有多真实 人面对考验 艰难的反应 反映出他的信靠有多少 大卫以色列军队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看见了巨人哥利亚的内心 却不惧怕 大卫看见了一些属上帝的人 竟敢辱骂勿使上帝 他辱骂令大卫心里非常愤恨 因为他认识上帝是谁 又认识骂人的是谁 两者的势力根本不配合 因此大卫说 这未受割离的匪力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勇华的神的军队骂政 从此可以看出大卫的心 也不但有信心 还有强留爱上帝 敬畏上帝的心 他不容他们耻辱上帝 因此心里非常愤怒 当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当很多人讥笑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反应应该简直模样的呢 有没有强烈的愤怒 怎么可以辱骂勇生的上帝呢 很多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 反映出我们爱上帝的 敬畏上帝的心其实很少 第二呢 大卫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 军队的身份和背后的上帝 他看见了自己 又看见了敌人的状况 他肯定呢 必能得胜 因为呢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军队中的 其中的一分子 很多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连这点呢 也看不见 所以我们的信心呢 就失落在艰难的处境 我们没有办法呢 肯定捉住自己呢 在上帝的里面的 我们的身份是谁 因此呢 因为呢 我们不适合藏在这军队里 我们容易呢 就偏离了上帝 很容易呢 就犯罪 不在这军队里 我们的信心呢 就会失去 大卫清楚呢 他在上帝里面 知道呢 他是上帝的军队中的 其中的一分子 他必能够得胜 因为呢 他站在上帝里面 我们必须要常常反省 为什么我们的信心 那么脆弱 我们若连与上帝的关系呢 也不肯定呢 我们的信心 就怎么样能够建立呢 最后呢 大卫看见了万军 知耶和华 上帝的万军 不只是了以色列的军队 眼见的军队 他看见军队背后 无数的天使 无数的属上帝的天使呢 保护他们 就约记载呢 耶和华上帝呢 常为了以色列人真正 我们的上帝呢 是真正的上帝 他绝不容许呢 罪恶的存在 所以说上帝的人呢 有上帝的保护 背后呢 有无数千千万万的军队呢 保护着我们 哈利路亚 大卫看见呢 他的灵里看见呢 在心里 信心里看见 所以他能够宣告 万军 知耶和华 上帝这个名字 上帝是万军 知耶和华 上帝 我们的眼睛 只看见敌人 还是看见万军 知耶和华 上帝 我们看见疫情呢 还是看见呢 这个万军 知耶和华 上帝呢 这反映了我们生命 我们的信心 我们信靠 有到什么的地步 我在强调 上帝的名字呢 是要我们的 这生命里呢 去经历 才能够认识他 当你真正的 面对问题 首先认识自己的 生命的状态 然后呢 认识呢 上帝的名字 在你生命里 有什么 怎样影响你的生命 盼望呢 这是我们生命里的 很重要的学习 提升 就我们更认识 我们的上帝 盼望呢 今天上帝的祸益呢 能够让我们 能够认识他 让我们有信心 能够坚定 能够信靠这个 万君之一和和上帝 因为上帝都会 祝福你们